林英报告显示,第二季度收入为有史以来最高,而亏损也为最大,所以市场又有怎样的反应呢? 专业社交媒体公司公布其第二季度营收为9.33亿美元,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1%。 这是该公司有史以来获得的最大涨幅,每股收益为1美元13美分,高于去年同期的55美分。 这些数据是在科技巨头微软加入之前,林英CEO杰夫·韦娜需要的良好推动力。 在第二季度,会员与客户的增长势头表现良好,财务业绩强劲,持续的产品创新,促进了企业雇佣和待遇上升到了新的水平。 我们相信,微软员工的加入,能够让我们进一步的加速和拓展价值,为全球的每一位员工创造经济上的机遇。 然而,并不完全都是好消息,同时发布的还有该公司上市以来最严重的亏损,该公司净亏损为1.19亿美元。 而这很大程度上,是由于公司所得税资产1.01亿美元的相关费用所导致的。 当报告发布,李英的常规交易时段下跌不到1%,来到了192美元。 在周四收盘前,股票在过去一年下跌了14.7%。 报告公布后,股市也出现了小幅上升,数据还显示,在第二季度,新用户增加了1,700万。 这些都发生在7月份,微软已接近260亿美元收购公司后。 这是微软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收购。 根据来自李英的消息,由于合并即将进行,李英不会升级2016年的财政计划, 也不会针对201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召开电话会议。 以上就是有关李英的新闻回顾的全部内容,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,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的最新更新。 再见。